游客一家大小 站在余文旁拍照好开心 接触金门的湿地在阳光的照射下 呈现粉红黄绿不同颜色 被称作粉红湖成为热门景点 但有人一边开车一边赏景 一不小心就发生了意外 看看这白色轿车四轮朝天 直接翻进了池里 还得出动脱条车救援 幸好车内的游客没有大碍 而当时轿车就是像这样 笔直地朝水里开进去 让不少人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 真的当游行啊 就在这边啊 对对对前面而已 哇那真的是要注意安全 而一旁不远处也有学生来这拍毕业照 结果大脚一踩整个陷进烂泥巴里 只能狼狈提着鞋子 慢慢地走回岸边 哇陷在里面 我只想说下去然后可以看比较清楚 但是没想到就 就掉到里面去了 又吓一跳 又吓一跳然后 那大概陷做车子 现在大概陷到我家 我差点以为我自己要 就跟这个粉红湖一起就是这样陷 从高出往下 余温一格一格出现梦幻粉红等不同颜色 色彩鲜艳被称作上帝视野的调色盘 只是不少游客陶醉着如先进般的美景 却忘了保护自身安全 我们现在也已经请金门瓜公园警察队 加强地来巡逻 还有我们在现场 我们也设立临时性的一个三角锥来警示 就怕再有人发生意外 管理单位也派人指挥交通 还设立三角锥警示 要让游客赏景玩得开心 也避免类似意外再度发生 记者李俊龙基本报道